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消灭袁绍的残部 到最后曹操成功地 达到了他的目的 但是 别看这只是一场胜仗 曹操也吃了不少的苦头 有一次曹操的部队 在方圆两百里 找不到水了 怎么办呢 曹操就只好下令 叫他的士兵去绝井 也就是往地上挖水啊 挖得不够深还挖不到 最后 曹操的部下 足足挖了三十丈 才找到了水源 还有一次 曹操的部队断粮了 附近呢 也没有住多少的百姓 这食物根本不够 最后曹操的部下 杀了几百匹的马 才解决了这个吃饭的问题 由此可知啊 曹操这一场的胜仗 吃了多少的苦头 耗费了多少的心血 曹操得胜以后 班师回朝 回到了波海 灵灯 结石 哎 我们这里说的结石 不是那个圣结石 那个结石啊 是十字旁的结 结石 还听不懂的人 可以去查一下字典 这个时候的曹操 已经五十三岁了 在古时候的社会来说 已经算是步入老年了 曹操在结石之上 回顾了自己的一生 内心有很多感慨了 于是他写下了这么一首诗 叫做 不出下门行 里面有这么几句话 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耳熟能详的 叫做 老祭福利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撞心不已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呀 一匹千里马 石城疆场 但是年纪大了以后呢 走不动了 跑不动了 就只能屈居于马曹 但是 他心里面想的 还是当年石城疆场的理想 曹操这首诗的意思 讲的是 虽然人跟动物 都是有来有往 有生也有死 但在人的一生当中 不应该放弃 对于理想的追求 而这首诗呢 在某种程度上 也反映了曹操的心境 曹操觉得呀 我虽然已经步入老年了 但是 我对于理想的追求 并不会因为年纪的增长而消失 像我这样的英雄豪杰 就算已经到了老年 我的勃勃雄心 也不可能减退 而老祭福利这个成语 就这么流传开来了 祭指的是豪马 千里马 而利指的是马曹 老祭福利的意思 就是人已经到了老年 但是还雄心不已 就像是 我们叶宜军评书馆的馆长 叶宜军老师一样 虽然已经 步入老年了 但是还是决定带着我们 长远的走下去 好了 我们今天的大话成语就到此 结束 噓 不要跟他说 我感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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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